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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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果然是 髒冷缸的空氣 又髒 又冷 又有點乾 北部 已經風面有點短暖性震雨 不過水氣不是很多 各位有沒有看到 其實這個空氣品質 指標 比好一點點 但是這個 連北部很多地方 都还是普通等级 请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有时候空气 一下子有可能会跳高起来 为什么会这样呢 各位可以看 其实整个污染物 会顺着这个东北风下来 当然我们会觉得都是上游害的 可是事实上 我们也会影响到下游 所以有时候 我们要把自身的这个问题 好好处理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因为如果单纯只有境外的 会升高 可是还有我们本地的影响 两个合在一起 才会造成不良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 那整个台湾天气 这两天持续受到偏这个西北风 整个环境我们叫做东北季风 但是这次的风 是偏西北这样直接下来的 所以当然了 这个就冷冷的干干的 那今天预计 礼拜二晚上到礼拜三的清晨 有机会14到15度空旷地区的低温 比昨天大概降一度 请大家留意一下 14到15度 那整个环境来看的话 要有改变呢 等到到礼拜四 礼拜三白天开始慢慢慢慢温度回温 礼拜四会缓和一点点 各位有没有看风向有点改变呢 就不会那么这样的直接 不过礼拜四晚上又一波到礼拜五 这波强度预计会比这两天 这波还要来的强 预计可能到礼拜六 然后接下来礼拜天会缓和一点点 那接下来下礼拜又一波 不过目前来看的话 这波强度有待观察啦 有还有变动空间 所以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最近一波一波的变化 可能一直这样冷的程度呢 一直到12月中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我们看一下温度的趋势就可以很清楚 整个温度上来看的话 这个是今天明天清晨要留意14到10几度的温度 14 刚才跳出来一个14 然后到礼拜六缓和一点 16到21 南部也有感 19到26度指的是高雄 下礼拜整个到礼拜五 这个礼拜到礼拜五也要注意 你看14到17那有可能空旷天气会拉到13度的温度 这真的是有点冷的这个味道开始出现了 那事实上整个你如果往北长来流雨一看 其实很多高伪度的地方都很冷了 那到下周又有一波冷空气又在下来 又会往向滑 不过大概就是14 15啦 这几波都还拉不到什么10度啊 都还在到13 14 15的地方摆档啦 所以我再说一次 明天就礼拜二到礼拜三会比昨天更冷 它降个一度 然后到了礼拜五礼拜六又再降一度 等于是13 14度 所以请大家多注意了 这当中是会回温的啦 那这两天呢 其实大概东北部持续迎风陌鱼 但是礼拜四下一波到礼拜五礼拜六 这个雨势的范围水气会比较多一点 中南部相对的还蛮稳定 礼拜二晚上各地上南部空气品质稍微注意一下 各地呢有没有看到台北14到15 14到16 这个真的是有点冷的温度 这个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最强的一波 后面可能还会有 请大家多注意了 南部也都温度稍微降下来了 多穿点衣服 把这个家里面室内呢 温度尽量调升到20度左右 会比较合适 那另外呢 这个白天呢 礼拜三白天预计呢 北部还是冷冷 但是有一点点回温了 14到19度 各地都14到15到16度 南部来说的话 有点阳光 还可以到25到26度 所以相对之下呢 明天还是要注意 南部还是要注意一下空气品质 我们给大家很建议 这样的这个温度呢 其实要注意的是温度 有没有各位看到 14 13 13 这两天要注意跌到13的温度 礼拜四会稍微好一点点 那预计呢 这样的这个温度呢 在南部也有感觉喔 17 18到23到25度 这个也是有点冷喔 我们给大家很建议喔 干冷张的空气持续盘距 预计到礼拜三 礼拜四稍微缓回温 周四晚上开始 另外一波强冷空气 开始移入 请大家注意保暖 也要注意年长者的健康